我們的旅行業者組團到大陸 到底他破壞了我們國家利益的哪一個方面 你們要用這樣子的條例來告訴我們的旅行業者 委害國家利益是綜合考慮 什麼樣的綜合考慮 我今天只看到你說逆差的問題 好 我現在就告訴你 如果你的回答還是逆差的問題了 我找到日本觀光局公布的數據 我們看一下 按照這個數據 日本這個僅僅第二季的人均消費 17.68萬日元 也就是相當於3月3號匯率新台幣37,192塊來計算的話 去年台灣人去日本旅遊的人數 大概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千多億耶 然後呢我們去大陸只有800億 來這樣子 按照你們這樣發展觀光條例的53條損害國家利益 你剛剛所謂的逆差 交通部是不是應該要禁止台灣旅行社 這個組團到日本去呢是不是也應該這樣 如果你們的概念是如此的話 本質上是日本的政府並沒有禁止他的國人來台旅遊 但是如果你用逆差的這樣的概念來說 這樣利差的話更大啊 如果政府的態度是開放的 那這個就看 好啦所以你不能講逆差嘛 所以你就不應該把逆差 列為國家安全嘛 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嘛對不對 如果你是用國家利益的話 這樣的逆差的話 基本是更多啊 所以你們應該如果是國家利益 那你們應該有效要來提升這個部分 而不是用國家利益 用你們的觀光條例來阻止我們陸團去嘛 所以我也不接受逆差的問題 好因此你也不用再回答我了 謝謝我們的女委員 我們請一下這個陸委會主委 好 邱泰山主委有請 高經緯 主委你好 辛苦了 最近真的非常多的事情 造成您的這個工作業務量非常的大 謝謝體系 本來之前就沒有怎麼樣的這個溝通管道 現在更是惡意螺旋一直往上不斷的增加升高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 昨天李強在人大報告 他只提統一 但去年他曾經講過和平統一 和平這兩個字被消失了 這是不是代表 對台灣他們的態度更強硬 因為今天還有其他的報告 我希望您用一分鐘來簡單回答我 我們如果回顧比較長的歷史來看 大概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大概都以販毒做優先 那如果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就希望統一做優先 大概在這兩個裡面做主軸上的區分 那所以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也來理解一下他是不是跟過去一樣 或者是他有特別的用意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說 我現在沒有辦法聚下論斷 所以你們根本沒有跟著這個所謂的實施的態度 趕快做一個因應的措施 但是基本上都有在進行 對於政府所謂的政府就是全民的政府 不是哪一個政黨的政府不是嗎 所以對於政府你們應該是有責任 要來降低這樣的危機 這才是全民的利益對不對 好同意 謝謝您的回答 今天呢 我就對於今天的專案報告 來做對您的詢答 就是我們好不容易等到 新冠疫情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去年11月交通部原本規劃在今年春節 就要恢復旅行社主團付旅遊的具體內容 按照不管是陸委會的報告也好 交通部的報告也好 觀光署的報告也好 你們總共有三個重點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什麼 因為逆差的問題 對吧 第二個就是改變了N503航路運行方式 因為你們考量整體情勢 就是不利國家的利益 然後還有第三個是用反間諜法 因為反間諜法會造成國人到大陸去 人身安全的風險增加了 然後呢 我們是沒有有效的機制 可以處理這樣子的因素 所以呢 你們就暫停了這個陸入組團的這個部分 那我就覺得有一點納悶 就是這個納悶就想問一下你們 所謂的反間諜法的原因不是在現在就有嘛 對不對 那六月前到大陸去的 不管是組團 不管是自由行的這些人 難道就沒有所謂的人身安全風險嗎 所以我們的陸委會 多次在我們的例行記者裡面 對 一再的招告國人 大陸他整個法 法律的制定 所涉及到的 不是只有這些 如果更早期 包括他的所謂的數據安全法 你在那邊 如果上網上他們的這個相關的單位的 數據也 也可能會涉及到相關的法制 沒有 對不起 所以我們陸委會 大概在兩個禮拜一次的例行記者 一定會提醒國人 這個大陸整體的情勢 第二個我們大概也會 那你說沒有有效的機制 對不起你上面寫說沒有有效機制可以處理啊 那你是不是要從這個有效的機制趕快來 而不是要禁止我們國人出去啊 不是嗎 委員真的講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他 跟我們簽的協議 那你變成有效的機制是什麼 我們本來就有機制在 就像我剛剛講 那有效 那現在有效的機制是什麼 但是就是過去 我們按照過去雙方協議的機制 好 所以就是 兩岸要互相的和善嘛 對不對 兩岸彼此的要和善嘛 對 所以要和善了之後是最重要嘛 所以不是這次阻止路團 不是因為所謂的法界點法嘛 所以我不 我不接受這個部分 這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有了 不是因為這一次6月 這個原因嘛 所以外界一直因為 為什麼你們這次會片面的宣佈 你的法律基礎到底是什麼 好了我們今天終於看到了 我們的觀光署是說 找到法律依據了 這個法律依據是發展觀光條例 第53條第一項 以及旅行業管理規則第49條 第19款 因為這樣子的法律因素 所以呢旅行業者 你們就必須要付管理監督之責 然後你們必須要有損害國家利益的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呢觀光署就事前通知我們的旅行業者說 你要保護國家利益 所以你就必須要暫停 請主委您休息一下 我們請一下交通部 謝謝請暫停我的時間 謝謝 時間暫停一下 好來 請問一下交通部 不管是次長回答也好 副署長回答也好 我們的旅行業者 組團到大陸 到底他為這個破壞了我們國家利益的 哪一個方面 你們要用這樣子的條例來告訴我們的旅行業者 維害國家利益是綜合考慮 什麼樣的綜合考慮 我今天只看到你說逆差的問題 剛剛報告的對 逆差是一下 好我現在就告訴你 如果您的回答還是逆差的問題了 我找到日本觀光局公佈的數據 我們看一下 按照這個數據 日本這個僅僅第二季的人均消費 17.68萬日元 也就是相當於3月3號匯率新台幣 37192塊來計算的話 去年台灣人去日本旅遊的人數 大概多少錢你知道嗎 1000多億耶 然後呢 我們去大陸只有800億 來這樣子 按照你們這樣發展觀光條例的 53條損害國家利益 你剛剛所謂的逆差 交通部是不是應該要禁止 台灣旅行社 組團到日本去呢 是不是也應該這樣 如果你們的概念是如此的話 本質上是日本的政府 並沒有禁止他的國人來台旅遊 但是如果你用逆差的這樣的概念來說 這樣逆差的話更大啊 如果政府的態度是開放的 那這個就看 好啦所以你不能講逆差嘛 所以你就不應該把逆差 列為國家安全嘛 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嘛對不對 如果你是用國家利益的話 這樣的逆差的話 日本是更多啊 所以你們應該如果是國家利益 那你們應該有效要來提升這個部分 而不是用國家利益 用你們的觀光條例來阻止我們陸團去嘛 所以我也不接受逆差的問題 因此你也不用再回答我了 陸委會和交通部禁止台灣旅遊 業者主團去大陸觀光 我要問的是請主委也上台一下 這個決策過程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會議紀錄 因為你們今天來的這個三個報告的決策會議過程 好像都是講這三個 我要請問你這個決策過程有沒有會議紀錄 是你陸委會自己決定的 還是行政院跨部會決定的 在去年的8月間 是行政院跨部會嗎 跨部會就是剛剛有提到了 好那跨部會的成員有哪些 剛剛他有提到報告裡面有提到 有我們陸委會交通部跟經濟部 因為我們還設計規劃他們來商務 那當然其他單位其他相關單位 好那最後拍板決定要暫停這個陸客主團去大陸 到底是國安會決策的還是蔡英文總統決策的 還是520就要就任的我們的賴清德總統決策的 因為去年8月的時候 他應該在忙著選舉沒有管這些事情 所以去年8月的時候你的意思說 都在清德總統不管這件事情 但是您剛剛在這邊宣布就你的覺得好像說 來這邊觀光然後影響我們的選舉 這好像選舉也是在你們的考慮之中嗎 那是剛剛委員提到的是11月的那件事情 OK 所以讓你有時間澄清一下 所以您再講一下這個行政院的跨部會有哪些 討論完了就說這三個部會 有陸委會 陸委會交通部跟經濟部 那還有幾些相關的 相關是誰啊 再講一下 比如說移民署也好 或者是這個 因為你今天的會議 我今天請你們報告的這個名稱就是決策的內容 你們今天也沒有告訴我好不好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今天專題報告是決策過程 但是我沒有在你們三個單位裡面也沒有看到決策過程 然後做了這個決策之後 到底有沒有做過全面的損害評估有沒有 那 今天的報告也沒有看到 對 基本上把結論都已經告訴各位了 沒有啊 影響評估損害評估 第一個不對等 第二個呢 實質的利益 你講多少 第三個其他的部分 包括剛剛提到了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損害評估 不僅僅是這個三個大項 還有國內的損害評估 對對對 你們沒有啊 對不對 剛剛不是剛剛提出的那個數據嗎 你們在報告裡面沒有提出 如果今天沒有 我們在這邊質詢 你是不是就不提出了呢 所以原則上 基本上是朝正上的方向去理解 但是只是說 一直發展到2月6號 好我主委現在我時間到了 我今天就我在這邊質詢的這個 我的立場我下一個最後的結論 我的結論就是說 你們這麼樣粗糙的政策 我認為 就像我昨天的總質詢一樣 不管我們的政府 做了哪一些錯誤的政策 你們都不願意收回 因為我覺得就是故意的 這個故意 是讓我們的旅行業者 當作兩岸的對抗的炮灰 我覺得這樣不妥啦 好不好 謝謝 我想我們也有很多的委員可以 我認為不妥 這個 希望他們如果希望 大家能夠更加和諧的交流 所以這也是你的工作 不要忘記 那我們也努力了 好不好 我們盡量大家努力好不好 共同民 尤其是您喔 您更重要啊 好嗎 謝謝您今天的質詢 謝謝 謝謝高經委員 這個請相關的單位 針對本案的決策過程 提供相關的書面資料 還有以及這個衝擊影響評估 提供給本會委員以及高經委員做參考 以上